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国有一句格言叫做乱世出英雄 现在呢世界就越来越出现所谓乱世的景象 在这个时候必然就要有英雄出来了 特别是呢对于这些国家领导人来说 当前这个备言的危机这个疫情的危机呀 他们可以说对他们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 面临他们就有两个选项 要不然你在这个时候成为英雄 要不然你就成为狗熊 今天呢美国这个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连续三天是突破一万例 现在呢美国的确诊病例达到了八万两千多例 超过了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确诊数字 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最多的确诊人数的国家 而且呢在这个第一波的疫情冲击之后 第二波的经济冲击也在美国开始了 在上个星期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啊 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三百多万人 这是一个空前的一个创纪录的数据啊 所以呢很多中国的小粉红看到美国这样的情况 都欢呼啊 啊美国不行了 他们说美国要崩溃了 中国要开始领导世界了 按道理说啊 在这个疫情冲击和经济冲击这么一个双重的打击之下 美国的股市呢 它应该出现一个暴跌 可是神奇的是啊 美国的股市最近三天是连续暴涨 昨天美国道琼斯 它一下涨了一千三百多点 重新又回到了牛市的区域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能够在疫情冲击和经济冲击的双重打击之下 反而它连续三天暴涨呢 这就是因为美国人开始对未来有信心了 所以呢 他们的股市才会出现暴涨嘛 那美国人为什么会对未来有信心了呢 这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 在关键时刻 他展示了他的处理这个危机能力 就是展示了他一个领导人在危机时刻应有的这种领导能力 让美国人感到放心 就是关键时刻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 我们就感到放心 对未来就有了信心 于是美国的股市就跟着开始上涨了 美国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现在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在这一次的疫情爆发之后 他的支持率不但没有暴跌 反而是连续升高达到了历史的最高位 北京的媒体也很不情愿的报道说 说是多个美国的最新的民调显示 川普应对这一次新冠病毒的疫情 获得了更多美国人的认可 如今川普比他在刚刚入驻白金的时候 是更受美国人欢迎了 那么川普为什么能在美国出现这样灾难性的时刻 反而他的支持率会升高呢 这个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那样 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对于领导人来说 它既是一个灾难 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如果领导人能够在这个灾难的事件当中 表现出来一个卓越的领导力 能够在这个灾难时刻 能够表现出来一种英雄的形象 所以他反而会因为这次灾难 反而会受益他反而一转身会变成一个英雄 相反领导人如果在这个灾难事件的当中 表现得很糟糕 那当然就成狗熊了 所以现在这样的灾难性事件 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 他就成了一个英雄 还是狗熊的一个分水里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虽然美国他公布的确诊的人数比中国更多 但这并不真就等于美国的病人比中国更多 因为北京公布的数据很多人都不相信 包括川普总统 他对中国公布的这些数据也表示质疑 川普在白宫的防疫记者会上 他就说呢 他认为美国的确诊人数之所以会超过中国 是因为美国筛减的人数是最多的 川普就质疑中国方面这个官方的数字 他就反问那些对他提问的美国媒体说 我敢肯定你也不知道中国在测试什么 没有测试什么 我们说为什么川普能够在这一次的疫情过程当中 他反而支持率会得到一个升高呢 其实大家看川普他这个防疫 这个所谓的防控措施也不是特别的突出 他的经济对应的那些措施也就是那么回事 美国人之所以对川普的工作基于肯定 首先呢 是川普表现出来一个领导人在危机的时刻 他需要有的那种勇敢和勇气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川普总统几乎每天他都要举行这个防控的记者会 他会面对很多人说话 他被感染的危险应该说是相当不小 也就是说川普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他是敢于到前线去亲自指挥亲自领导 就表现出来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着这种勇敢和勇气 所以他就赢得了美国人的好评 也得到了美国人的信任 所以我们对于领导人来说 不管你是一个军队的将领 还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勇敢呢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德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这个时候他也是亲自穿防护服 要进入这个传染病医院去看病人 这也就是说 这个普京啊 他非常明白 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不能表现出来那种胆小怕死 他一定要表现出来 他不怕被传染 这样的一种不怕死的勇敢和勇气 这其实就像一个军队啊 如果这个军队的将领很勇敢 身先士卒 不仅会鼓舞士兵们的斗志 战胜敌人 也会得到士兵们的尊重 如果这个时候将领也躲得大扣方 贪生怕死 不敢靠前指挥 这样的将领你肯定要打败仗啊 我们看跟川普在疫情的防控当中啊 表现出来这种勇敢和勇气相反 习近平啊 表现出来就是那种胆小怕死了 其实啊 这一次传染病疫情 对于习近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他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来表现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勇敢和勇气 如果是习近平在这个武汉封城时候 他就亲自到武汉城里面 他去亲自在前线指挥 在亲自在前线领导 这样呢 不仅习近平可以树立一个英雄 大无畏的领袖的形象 他当皇帝还真的有可能了 可是习近平一直是不敢去武汉 李克强都比他表现的勇敢很多 习近平到了后来也是勉强去武汉 他也不敢到医院里面去 在一个所谓叫酒店的这个大堂里面 隔着这个电视屏幕和武汉医院里的病人说话 所以习近平这样的举动和川普和普京相比 那他显得当然就是太怕死了嘛 习近平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勇敢和勇气 他却表现出来领导人不应该有的那种特别爱出风头那种大号喜功 今天呢北京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就是报道啊 3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参加20国领导人这个视频峰会 他又是成了一个习近平又是一次大出风头的成了这么一件事情 在昨天3月26号呢世界上就是20个主报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 他们就通过这个视频连线来举行了一次很特别的领导人峰会 他们来讨论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的问题 这一次呢其他国家各国领导人其实参加这个会议都表现得比较低调啊 唯独习近平表现得特别的高调 习近平在北京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超豪华的一个打听里面 面对一个超大的屏幕跟20国领导人进行对话 相比之下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 他们都是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办公室里来参加这一次G20的视频峰会 他们没有专门跑到一个特别豪华的超豪华的大厅里去参加这样的峰会 我们再看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他们参加这个G20视频峰会也都是在一间比较普通的办公室了 他们是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的总统 专门跑到这么一个超豪华的大厅里啊 去搞这么一个非常气派的这个视频峰会 只有习近平他是在一个超豪华的大厅 面对一个超巨大的屏幕来举行一个超豪华的这么一个视频峰会 其实习近平在这么大的房间里面面对那么远的屏幕讲话 说话其实不是太方便的除了出风头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习近平对这种所谓叫做出风头啊 好大喜功这种事情啊特别在意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做的事情 另外呢就在刚刚不久前呢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的电话 这件事情呢川普在他的推特中啊淡淡的说了几句 川普说呢 刚刚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 详细讨论了肆虐我们星球大部分地区的冠状病毒 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并对病毒有了深刻的了解 我们正在紧密合作非常尊重 可是北京官媒啊对这一次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通话 进行了一个很高调的报道 首先他就说啊习近平强调啊自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向世卫组织和美国及时通报了疫情 这次报道习近平就是首先想到的还是甩锅啊 他还是要推卸责任 他说他们是直接通报疫情 我们没有任何的耽误 这就没有表现出来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担当啊 这时候你要担当责任不是要推卸责任的 另外呢习近平在这一次和川普的通话当中啊 就对不久前北京外交部战狼说的那些话是完全相反的 新华社的通稿是这样说 习近平强调我十分关注和担心美国疫情发展 也注意到总统先生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 当前情况下中美应该团结抗疫 中美两国卫生部门和防疫专家就国际疫情形势中美防控合作一直保持沟通 中方愿继续毫无保留同美国分享信息和经验 中国一些省市和企业纷纷在向美方提供医疗物资援助 中方理解美方当前的困难处境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习近平他就说啊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中美应该团结抗疫 中国愿意向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但是呢不久前呢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还指责这个病毒 说是从美国传到中国来的 还甚至质疑是美军在中国放毒 如果是美军在中国放毒的话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向美国提供什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呢 这显然就是说习近平啊 他说的这些话和那些外交部那些战狼说的这些话是完全相反的 他把那些战狼的话都给否定 那么呢不管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昨天呢在节目中其实也说到 这一次全球性的这个传染病疫情啊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 他都会产生三轮的冲击 第一轮呢就是疫情的冲击 第二轮呢就是经济的冲击 第三轮就是政治冲击 那么第一轮的这个疫情冲击和第二轮的经济冲击啊 可以说天灾的成分居多 但是第三轮的这个政治冲击 那主要就是人为的因素了 那么在这种非常危机的关键时刻 每一个国家都特别需要一个杰出的领导人 需要一个英雄来这个时候力挽狂澜 这样呢他才能度过一个比较就是第三轮的这个政治冲击啊 能够平稳的把这个政治冲击给化解了 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无能的领就是领导人来掌舵的话 他就掌控不住局势啊 这样整个国家就会出大乱子 我们看这一次美国总统川普就给出了一个让人们感到比较出色的表现 就是让美国人民感到有信心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基本判断 这一次美国因为有了英雄人物出来掌舵 他就不会有大的政治冲击 虽然美国会经过一段比较艰难的时刻 但他最后不会有大问题出来 相反啊 中国在现在这个危机时刻 就是一个特别需要有杰出的领导人 特别需要有英雄来力挽狂澜的时刻 却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能的而且还是要瞎折腾的领导人 所以呢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啊 其实比那个疫情和经济的冲击这个问题还要更大 所以呢今后中国怎么样来度过这个第三轮的政治冲击啊 真是要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的问题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